那我们的项目呢 老师因为带着特别的使命来服务大家 所以呢 我们的老师呢 都很愿意去跟每一个同学建立这种 个人的师生关系 那通常来说呢 远程教学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 是你看不见老师 所有的学习资料都放在网上 提前录好视频 那还有一种形式呢 是你可以见到老师 比如说在zoom会议室里面实时上课 那后者呢 一般就不会把录的视频放在网上 那只是提供一些阅读资料啦 或者作业什么的 那我们的项目呢 是两种形式的结合 所以我们的老师呢 不仅呢录了视频 让大家可以提前的去学习 而且呢 还会在zoom上呢 跟大家实时的见面 那我们基本上是每周呢 老师会跟同学 有这个面对面的互动 至少一小时 那事实上呢 我们的老师呢 其实不止一个小时 很多老师呢 都是从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时间不等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呢 投入程度非常的高 那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会做这个呢 因为我们的老师呢 不只是在专业上非常的优秀 而且呢 我们的老师都是有使命 都是带着使命来这里 来跟大家分享 想要帮助中国的这个商学教育的发展 所以呢 我们老师才愿意 就超时的去工作 那学生呢 也可以根据网上的视频呢 提前去学习 然后在见面的时候呢 将重点的部分呢 再次进行巩固 并且呢 可以跟老师探讨很多 你有问题的地方 那我们的MBA专业呢 还有一个校友群 那所有的同学呢 都在里面 我们的老师也在里面 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去跟同学 以及老师建立一个network 那同时我们每一个班呢 又有自己的群 我们的课程也有自己的群 这样呢 我们同学可以随时来跟老师沟通 你课上学习的东西 那据我所知 一般的在线学习项目呢 很少能够见到老师 更不可能 有老师私下花时间 去跟你一起来沟通 或者帮助你 那我们的项目呢 老师因为带着特别的使命 来服务大家 所以呢 我们的老师呢 都很愿意去跟每一个同学 建立这种个人的师生关系 一个学历呢 想要有含金量 得到这个公司 或者非盈利机构的认可呢 你肯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认证 所以我们的项目呢 是美南大学联盟呢 认证过的 那美南大学联盟呢 通常要求我们每五年呢 就要对这个认证的项目呢 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这个要求呢 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从另一个角度 也证明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项目的课程设置 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并不是随随便便来设置的 那首先呢 就是说时间上的要求 那我们的项目设置呢 每一门课整体的时长是135个小时 那包括就是说你要视频学习啊 阅读资料啊 实时上课啊 完成作业啊等等的 那所有的加起来呢 必须要达到135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而且我们的课程设置呢 是八周上一门课 每学期呢 在美国的学制呢 是16周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学期呢 要上两门课 那在八周里面呢 我们只上一门专业课啊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 内容非常的丰富 还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的 所以呢 我们一般就给同学们安排一门课啊 保证同学们可以成功的 完成这门课 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是在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嘛 所以这样呢 可以让同学们在时间压力上 不至于太大 另外呢 我们留作业的主要目的呢 是帮助同学们可以 把学的东西呢 做到实际的应用啊 以及呢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跟同学们建立一些关系 借着做这个作业 能够建立一些关系 并且学会团队合作 所以呢 我们不只有这个专业的学习 里面有老师跟助教呢 为大家服务 辅导大家完成作业 我们的老师跟助教呢 还会跟每一个小组同学呢 单独约时间讨论作业 还有些同学呢 也跟老师和助教 单独加了微信 那由此可见呢 就是说 你在我们项目学习呢 你会得到一个全方位的支持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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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